在唐高宗决定 废除王皇后改令武则天这件事上 长孙无忌储罪梁等坚决反对 而从实际情况看 反对的声音很强 高宗的力量很弱 但是让人想不到的是 一直占有优势的长孙无忌 突然败下阵来 一场皇帝有求于大臣的闹剧 一下子变成了大臣贵求皇帝 唐高宗一直以来的不利局面 终于扭转 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孟宪时副表授 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唐高宗真相之君臣对决 百家讲坛栏目 由红塔集团特约播映 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 独家代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一集讲到 唐高宗为了费王力 亲自登门拜访舅舅长孙无忌 希望他能够满足自己的愿望 但是却被长孙无忌挡回来 所以事情就一拖再拖 公元655年 唐高宗终于下定学期 正式和长孙无忌摊牌 于是召集长孙无忌 楚岁良 李济 于智宁 四位宰相 进殿商量 在舅舅当家一集中 孟宪师先生已经给我们分析过 李济不是长孙无忌 楚岁良一派 是他们排挤的对象 所以在殿前商议中 为了统一认识 楚岁良质地有声地表达了 一个对付皇帝的策略 面对楚岁良的义整言辞 李济只好以生病为由 还溜了 李济一走 剩下的三个人 都是费王力量的反对者 结果一目了然 高宗必败 但事情却有了一个 意想不到的结局 那么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中国人民大学国语院 孟宪师副教授 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唐高宗真相之 君臣对决 上一讲我们讲到 高宗要立武则天位皇后 专门找几个最厉害的大臣 去开会 其中李济呢 找个借口溜了 那么现在只剩三个人 长孙无忌 普遂良于智宁 长孙无忌是太位 爵位最高 是一平高官 剩下这两个呢 是行政高官 上书手的左右谱业 我们讲到了 普遂良有一个安排 就是让大家都不发言 他自己来发言 他是有用意的 那么到了朝堂之上 面见高宗 高宗说什么呢 高宗开口 面对的就是长孙无忌 他是冲着长孙无忌说话 说皇后无子 武昭仪有子 想立武昭仪为皇后 大家觉得怎么样 以为如何 他是冲长孙无忌说的 按照既定方针 长孙无忌不能截话 应该储岁良说话 所以长孙无忌呢 就没搭话 而是把这话转给储岁良 说这个事事关重大 储岁良最了解 让储岁良发言 于是储岁良就说了 说啊 王皇后 出身名门 出身很高 未闻有过 没听说他犯过什么错 轻易地唤皇后 是不合适的 而且当初老皇帝 唐太宗的时候 曾经对我说 说我的好儿子 好媳妇 就这样交给你了 我现在不能辜负 唐太宗的一番心意 不然我以后 没有脸面在地下 见唐太宗 说了这么一番话 高宗当然不高兴 可是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于是这个会就散了 那么我们看到 储岁良说的这番话 它的重点在什么地方 它的重点在 王皇后 这个皇后人不错 不应该换 我们过去讲过 说王皇后 真的一点错没有吗 未闻有过 那么她没有孩子 这算不算一个过呢 从高宗的角度讲 这就是她的一个问题 可是从储岁良的角度讲 这不是问题 这是怎么回事 直接碰撞 关于王皇后的兵家 按照古代的传统 这个夫妻之间 有七项罪名 就是有七项罪名 可以让妻子离开 像现在说离婚一样 这就叫妻去之条 或者叫妻出之条 这记载在儒家的经典 礼记中 其中 妻出之条的第二条 就是无子 如果这个女人 不能生孩子 就要把她赶走 儒家也强调这一点 其实人类社会 都强调这一点 孟泽说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说不孝的行为 有很多 最严重的 就是没有后代 王皇后 没有生孩子 她应该是符合七处之条 高宗的想法是这样 但是后来的 这种经典发展 就有了很多具体问题 具体解释的情形 比如说后来 就做了更明确的解释 说什么样的人 叫无子呢 五十岁 五十岁 你再不生孩子 那这叫无子 这时候你 妻出是可以的 可是王皇后 出去二十五岁 她离五十岁 还早呢 你现在就说 她没孩子 说她不能生育 言之过早 这是一条 不能现在就 妻出她 第二条 如果这个媳妇 敬过孝 即使她五十岁不生孩子 也不能把她赶出家门 什么叫进过孝呢 就是葬送过你的父母 王皇后 当然参加过唐太宗的葬 算是葬送过上一代亲人 所以这也不符合 儒家后来发展的理论 这样的话呢 储岁良的坚持 也有道理 按照以往的经验呢 这个高宗 可能是没戏了 没戏了 因为储岁良他们就只要坚持 坚持总这么说 皇帝就怎么可以进展 这是怎么能够进展 对皇帝来讲 很难的 所以双方的态势 虽然是朝堂之上 言语之间的斗争 实际就涉及到双方 很深厚的政治背景 很重大的政治利益 因此在这个斗争过程中 就像战场一样 进攻一方 是皇帝这一方 高宗必须找到锐利武器 找到突破口 他才能够进攻得手 长孙无忌这一派 是属于防守一方 防守一方 只要稳住阵脚 保持住现状 其实就是胜利 现状是什么 现状是王皇后还是皇后 武昭仪是武昭仪 不是皇后 只要稳住这个现状 那长孙无忌就是胜利 朝堂上 楚世良把反对非王立武的理由 说的是头头是道 唐高宗一直以来的努力 看来是要泡汤 但是在前面一集中 孟现实现象 已经为我们分析过 懦弱的唐高宗品质 因为一场灾难 已经变得坚强起来 此时此刻 他会放弃 高宗不甘心 已经努力了很久 就这么放弃 不成 第二天继续开会 又召集这些人 还是这三个人来开会 高宗能说什么呢 他没有别的好说 还是昨天的老调重谈 那就是打消耗仗 看我们谁能磨过谁 高宗还挺厉害 长孙无忌这一派呢 仍然是 楚世良出马 楚世良能争贯战 这一次 楚世良像一个 做学问的一样 本来我替他想 他就把昨天的话 再重复一遍 然后就不说话 不就成了吗 不行 楚世良论证问题很深刻 昨天是从这个侧面论的 今天要从这个面论 所以他这个论据很多 论证滔滔不绝 今天讲什么呢 今天讲五十天的问题 昨天讲 那个皇后不应该废 今天讲这个五十天 不能当皇后 为什么不能当呢 讲了两条 如果陛下要选皇后 应该选一个 出身令族之家 就是出身好的 出身高的 找这样人家的女儿来 做皇后 五十天没有什么家族背景 他不合适 第一条不合适 这一条在我们今天看来 不算什么东西 但在当时是有意义的 因为那是个 士族观念很强的时代 讲究家庭门第 讲究的这个家族出身 第二条 说得很严重了 楚世良说 武昌仪过去 伺候过 那是唐太宗的财人 正有名有事的 夫人 这个事情 天下极之 如果你立他为皇后 如何塞天下人的耳目 讲的这两条根据 在当时其实都是有效 尤其是最后一条 这其实是最难以启使的 不好意思说的 当面怎么好意思说 但是楚世良很勇猛 就把这个话给讲出来了 讲出了高宗是怎么反应 史书说 高宗的反应是 羞梦 又羞愧 又沉默 不能说话 只能脑子啪一滴 在那发傻 这话怎么说 怎么回答 你怎么说 我给天下一个交代 说不了啊 这话说不出来的 说不出来 那不能说只好沉默 这场仗马上就赢了 皇帝再没话说了 再没有理由可讲了 那你还要有什么要求呢 就不应该有要求 所以事情发展到 发展到这的时候 长孙无忌这一派 气势已经上来了 高宗那已经萎缩下去了 没戏 正在这时 楚世良很勇猛 乘胜追击 乘胜追击 看高宗 沉默不语了 再哗又说了一大道 说什么呢 说 今天 我说了这个话 得罪了皇帝 我是万死万死 我是有罪了 我有罪了 然后 不是 拿着一个户板 然后把这个拿出来 说这个户啊 我还给陛下 就放到这个台阶上 还给陛下 这是陛下当时给我 我现在还给您了 请陛下允许我告老还乡 我辞职不干了 然后把这个头巾解下来 邦邦邦在那磕头 磕得血淋淋的 还真用劲 满脑子都是血 高宗生气了 发火了 来人把他给我拉出去 要把楚世良拉出去 正在这时 背后有一个声音 发出来了 那就是武则天 武昭仪 垂帘坐在后边 本来只能在里边听 听到楚世良说的那些话 高宗 沉默不语 又羞愧 他自己能说什么 也没什么好说的 这个时候 高宗 把他拉出去 武昭仪就在后边喊 何不普杀此辽 为什么不当场杀掉 这个南方朗 这个辽呢 是对南方少数民族的 一种灭称 一种灭称 何不普杀此辽 为什么不当场 把他杀了算了 打死他算了 他这么一说话 长孙无忌担心 真是要把楚世良 当场给打死 这事麻烦大了 本来是不讲说话的 现在马上出来说话 说楚世良 是托孤大臣 有功的旧臣 即使是有罪 也不能动刑的 那个于智宁呢 吓得就没话可说 也没有敢说话 第二天的高端会议 就到这结束了 面对唐高宗李治的废王力武 楚世良慷慨慎词 说出了一大堆理由 每一个理由都击中要派 说得唐高宗也羞愧无言 接着楚世良又乘胜追击 摆出一副舍我其谁的架势 其气质之高 吓坏了高宗李治 最后君臣双方却不欢而散 那么这一次的较量 谁是最后的胜利者呢 唐高宗会不会因为楚世良 而放弃了自己 废王力武的计划呢 那么会议结局 大家看出来了没有 怎么样呢 这第二战 第二次对战 楚世良是先胜后败 先胜后败 当他说到 你要娶武则天 有乱伦之贤的时候 高宗锤下了脑袋 这个时候 应该锤胜利号角 到处打住 不再说了 这事就有戏了 没有想到楚世良 这个太勇猛 太勇猛 用力过猛 用力过猛 乘胜追击的结果 导致节外生枝 导致节外生枝 那后来的事情 变成什么了呢 变成了 楚世良要求退休 你皇帝同意 不同意 武则天说 要求打死他 大家看 同不同意 可是今天这不是议题 今天的议题是 要不要换皇后 不是讨论楚世良 退不退休 不是这个问题 可是楚世良退休 要回家 节假归田 这谁说的 楚世良自己说的 所以节外生枝的结果 把话题转移了 高宗难受 武则天在背后也难受 这边应该很暗自高兴的时候 忽然转移了话题 说我要退休 你让我回家 开始闹意气之声了 然后光光光光在那磕头 高宗一生气 把他嫁出去 不再说皇后要不要换 而是说如何处置楚世良 武则天那段话有意义吗 有意义 意义非常大 因为如果继续讲 武则天没资格当皇后这话 如果在这个话题上继续讲下去 那武则天真的无地自容 怎么说 这话没法说 可是楚世良很好 他引了另一个话头出来 他说我不干了 我要辞职回家 高宗一发怒 那武则天想 不能让皇帝再回头 是不是 高宗已经发火了 他就说 他就火上浇油 当时的场面呢 在这个话题上继续前进 那就成了第一个话头 出来的节外生之的是 楚虽良要辞职 在那磕头流血 武则天给他加了一个题目 叫杀他 当场杀掉 所以现在不讨论皇后问题 讨论楚世良的问题 连不准备发言的长孙无忌 最后也得发言了 楚世良不能给真牺牲掉 真是皇帝一声令下 把他拿着斩了 那怎么办 那麻烦就太大了 那损兵折将 不是一般的 所以他必须出来说话 他出来说话 也不能就原来的话题说 他只能就新的话题来说 只能说楚虽良不能杀 不能动刑 于是第二场的斗争 就出现了这样的结果 这个结果对谁有利呢 对高宗有利 因为现在不再讨论皇后 是利是费的问题 而是讨论楚虽良如何处理的问题 本来是高宗有求于宰相们 说我要换夫人 要换个皇后 你们同意了 你们批了吧 我跟你们商量商量 你们第一次不同意 我就来第二次 肯定还准备了第三次 第四次 如果就兼必清也 宰相们 楚虽良在里面 兼必清也 以义代劳 高宗 说你就是原来那套话 给他对付 高宗 那也真是没辙 结果 好 现在弄个楚虽良 要退休 要辞职 然后人家要杀他 现在大家又要保他 现在成什么了 现在有求于皇帝 要保楚虽良 楚虽良不能真的赶走 本来你有求人家 人家有求于你 你就比较好办 现在你又去有求人家 至少现在平手 好 这个会议到此为止 会后怎么办呢 第二天 宗书省的宗书令来接 门下省的侍宗 韩元 这都是两个宰相 韩元就来找高宗 又回到原来的那个话题上 说皇后不能换 皇后不能换 真的不能换 高宗不理他 不理他他就是在那磕头 在那喊 不能换 抗议 抗议要换 高宗命令人 把他拉出去 第二天他又来了 又把他拉出去 回到家以后 就使劲写文章 古今宗万 写了一大篇的论文 论证 皇后不能换的道理 来记呢 宗书省的长官 也在那拼命写论文 写论文给高宗看 高宗都不理 现在呢 好像大家有求一个皇帝了 高宗 我不理你们 不理这个话题 不理这个话茬 这是储岁良动员的力量 就是来记呀 韩元呢 皇帝怎么办呢 在前面的电艇商议中 长宿及储岁良等 坚决反对 费王力武 虽然军臣双方 打成了平手 但是 唐高宗费王力武的计划 仍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双方僵持不下 就在这个时候 唐高宗忽然想到了一个人 他就是 以身体不适为由 开溜的李济 那么 李济的态度是什么呢 于是派人去请李济 请李济到朝堂上来见 高宗 高宗有话要说 李济上次本来就通知开会 他没有参加那班会 跑掉了 说脑袋肚子疼 跑了 这回还能泡病吗 不能 病假好了 精神头大了 咚咚咚咚咚 来到朝堂之上 面见高宗 面见黄历史书记载 他们两个的见面 就两句话 就两句话 高宗说 我想立武昭仪为皇后 王皇后不生孩子 我想立武昭仪 可是楚遂良呢 拼拼反对 就说怎么办 要不然算了 要不然算了 这是高宗的文化 李济说 死陛下家事 何必问外人 历史书就这两句话 那个说要换皇后 这个说 这是皇上自己家里的事情 没有必要问别人 那么现在呢 历史书都有这么一个评价 因为李济一句话 高宗这个心就定下来了 决定 不管了 就要换 李济这句话 怎么就那么起作用呢 那我们仔细分析这句话 高宗说 要换皇后 楚遂良反对 要不然就算了 这个事 李济的说法是 表面意思 这好几层意思 表面意思是 我也是你的外人 这个事 您自己拿主意 不要问我这个外人 第一层意思是这个意思 不要问我 我是外人 第二层意思 也不要问别人 别人也是外人 那楚遂良算老几 我是外人 他当然也是外人 就是陛下您拿主意 你心中怎么想 你就要怎么做 其实是这个话 这个话 这一话一说 这事就定了 所以历史 后来人们的评价 就说李济这个家伙 他也狡猾狡猾的 没有他的支持 就没有五十天后来的事情 而五十天后来干了很多坏事 这李济 是有罪之人 李济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支持高宗 为什么 李济就不知道 这个五十天原来是何许人员 不知道如果 他娶了他 这有乱伦的名分问题 当然都有 但是大家注意 李济谈的 主要不是一个皇后不皇后的问题 而是皇帝要自己拿主意的问题 这是什么 皇帝的权力问题 这个事对错 不管 但是皇帝你要行使你自己的权力 他是从这个角度论证的 而不是说 那是乱伦合适吗 怎么解释好呢 没有陷入这种具体的技术性的讨论 这是李济 唐高宗 动员的最重要的一支力量 李济是一个大官 在这个政治资本上 是唯一可以跟长孙吴济拼一拼的人 在我们传统的政治格局中 有资格的老人说话 向来是管用的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手下一定有一大群人 很多人看他眼色形式 有他说话 很多人就会哗 跟过去 所以李济的发言 至关重要 您现在收看的是 百家讲坛栏目 李济的态度 让唐高宗如醍醐灌顶 毛泽盾开 有人认为 这是李济的这一句话 坚定了唐高宗 废王立武的决心 使得以后的事情顺利进展 孟先石先生认为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人的言论 至关重要 他就是 武则天的支持者之一 许敬宗 也是当朝的在家 那么 他的什么言论 打动了唐高宗呢 许敬宗在宣传什么呢 他说 田舍翁 多打几蛋骨 尚且一期 旷天子乎 亦换皇后 官诸人何时 为什么要议论纷纷 他说 那个乡伴老 那个农夫 今年丰收了 多打了几蛋粮食 就可能换老婆 他一高兴 他就换了老婆 今天丰收了吗 可是皇帝 身为皇帝 他要换一个皇后 跟你们大家 有什么关系 你们在那边 说来说去 为什么 有道理吗 好像没道理 可是你一听这话 就觉得好像 有点不适滋味 是吧 这个把皇帝 跟一个没见识的 乡下人去比 合适吗 动不动就换老婆 这符合道德标准吗 不符合 把皇帝 跟田舍翁去比 也不合适 就说这个道理太粗了 讲得太粗俗了 而许敬宗是个什么人呢 那是个文学水平很高的人 他怎么会讲出这番话呢 你也不能说 历史的记载者 有意地要诬陷许敬宗 肯定不是 他肯定说过类似的话 所以要分析许敬宗这话 许敬宗这话 不是简单地把皇帝 跟田舍翁相对比 不是简单 不是说皇帝就是田舍翁 他在说什么 他这话的核心的含义是什么 核心的含义是 我们今天的皇帝 还不如一个田舍翁 田舍翁想换 老婆就换了 皇帝想换 大家议论纷纷 不让换 在说什么 在说权力 在说权力问题 就是说我们今天的这个皇帝 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皇帝 他想做什么事 他没权 他自己不敢做 以至于连一个田舍翁的 那种权力都没有 这是不合适的 这许敬宗的这个宣传语物 这个宣传呢 宣传呢 据说很有效 武则天说以后 这个说得好 说得好 让旁边的人迅速把这话 往出传 大家公认 武则天还是个聪明人 他可知道 说什么话对自己有利 不说什么话对自己有利 他一定是知道的 那么我们看到 在李治唐高宗这一派 从李济到许静宗 他们讲的 都是超越了 幻皇后这件事本身 都在讲什么呢 都在讲皇帝没权的 这个基本现实 所以这样也让我们看到了 费王立武这件事 不仅仅是一个幻皇后的问题 他的核心的 本质的焦点在什么地方 在于谁说了算的问题 是皇帝说了算 还是长孙无忌这个大臣说了算 这才是核心所在 经过李济的表态 许静宗的宣传 朝廷上支持唐高宗的声音 越来越多 于是百官联名尚书 支持武则天当皇后 公元655年 唐高宗开始采取果断措施 把楚岁良连往谭州当都督 把王皇后贬为庶任 令武则天为皇后 费王立武终于大功高尚 但是令人奇怪的是 在楚岁良反对费王立武的理由中 有一条就是乱伦 那么百官们有没有想到 武则天当皇后会有乱伦问题呢 长孙无忌楚岁良 是不是真的很在意这个问题呢 其实这一派人也并不一定 狠拿乱伦这件事当回事 为什么 想一想 这一派的链条中 有一个原来的王皇后 武则天入宫是王皇后给引来的 王后后又把武则天推荐给 唐高宗的乐和和的推荐过去 他就不知道这个武财人的背景 他当然知道 他知道他是唐太宗的财人 又推荐给他现在的夫君 不知道这是乱伦 知道啊 知道他怎么还做了呢 显然他对乱伦这事不在意 如果他很在意 那不就是宪武君仪不义吗 对不对 那不是陷害皇上一样的吗 显然不是这样 长孙无忌这些人呢 是不是真的很在意这个事呢 恐怕也不在意 为什么呢 因为武则天原 现在的身份是武昭仪 昭仪已经是皇帝的正式夫人之一 皇后之下有妃有嫔 妃子呢 四个人是一妃 妃呢 九个人是二妃 妃的首首 第一位的就叫昭仪 就是武昭仪就是第一位的 这个嫔妃嫔妃的那个嫔 她是正二妃 那个嫔妃 你要当起来 也要有一个正式的批准手续 不是皇帝偷偷摸摸地 把这个人变成了嫔妃的 不是的 也要经过宗书门下 这个手续批准的 那个时候干什么去了 你总不能说 她要当了正妻 这是乱伦 纳了妾就不是乱伦 可能吗 不可能 可是当时大家为什么就批了 武昭仪当昭仪呢 那个批了 当皇后 就不批 为什么 所以大家其实没有人真的把乱伦这件事当做一个最大的事 一定是这个事情背后的问题 那才是最重要 那简直最重要 所以双方阵营争夺的核心 看起来是立皇后的问题 实际上是权力问题 是最高的权力 归随所有的问题 废王立武在历经了种种的阻力之后 终于成功了 武则天成为了唐高宗李治的皇后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武则天曾经是唐太宗的才人 李治的树 这是天下人共知的事情 那么唐高宗李治如何掩天下人耳朵 又是如何向天下人交代的难 当然唐高宗还是要给大家交代的 毕竟这是武才人 父亲的武才人 你现在纳他做了皇后 怎么说呢 你这合法性出在什么地方呢 于是就在百官上表的那一天 唐高宗正式发了一个招书 册封武则天为皇后 在这个招书里面 解释了他跟武则天的关系 武则天是怎么样的成为他的夫人呢 还有一番解释 说是在贞观后末期 唐太宗病重期间 看见太子很辛苦 很孝顺 也很感叹 也很爱恋他 这孩子真不错 于是就把武才人赐给了他 说这个媳妇 是当年我父亲送给我的 不是我们俩偷偷摸摸的 不是的 是老皇上送的 信吗 谁信呢 死哪有这样的父亲 我问你这耳朵表现不错 把你淑母拿去吧 哪有这样的 不可能有这样 他说 那个时候唐太宗得的是什么病 不是精神病 对不对 总之不会糊涂到这程度 现在呢 反正是两个当事人 武则天 唐高宗 这俩人是一伙的 他俩谁也不会出来说真相 还有一个当事人唐太宗 他早死了好多年了 谁起地下来求证 更重要的 傅遂粮已经外放了 朝中还有谁要求 这一类的证据吗 不行 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 给我说说清楚 谁会来提这种要求 现在皇帝嘴大 说啥就是啥 他就姑往言止 我们大臣们 也就姑往听止 不过总之 这还是个可笑的借口 是到今天为止 一千多年过去 大家基本上不相信 这是一个权力问题 所以在这之后 长孙无忌那边 再没有什么动静 然后根据百官的需要 根据礼仪的需要 一步一步 该册封的就册封 该举行仪式的就举行仪式 礼吉呢 受皇帝的委托 专门跑到武则天那里 给他送了一个 那个什么证书 皇后证书 诸如此类 这都是仪式 举行完毕 转过年来 到了显庆元年的征月 又把太子也换了 原来的这个太子宗 现在呢 到梁州去当次氏 太子就不做了 武则天跟高宗生的李红 这是他们生的第一个儿子 正式立位太子 其实都是办手续的事 这些事没什么好处的 一笔带过 这是顺理成章的 现在是 大家关心的是 除了储税粮外放以外 剩下的人还都在这 都在这 这些人要怎么处理呢 要不要处理呢 下一节再讲 在废王立武事件中 唐高宗终于摆脱了 受制于人的状态 打击了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反对派 多年来 一直以仁弱胆小世人的唐高宗 通过废王立武事件 加强了自己的权力 而长孙无忌 储岁良等人 将会面临怎样的命运呢 胜利之后的唐高宗 会不会放他们一马呢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孟现实副教授 精彩讲述系列起步 唐高宗真相之 全臣命运